10万有你,20万也不是问题 欢迎收看今天的龙哥解盘 我是紫燕 我是忠哥 今天台股下跌了130点 龙哥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是 就是买股票就对了 对啊 为什么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 大反就是在走一个区间震荡 那区间震荡 他今天有回撤区间下游的话 那你要做什么事情 当然就是买股票 那这个待会我们都会跟大家做一个 很详细的说明 到底为什么会跌 那跌到哪边算个止跌点呢 我们呢 就是请大家看一下去 但是一开始还是要麻烦大家 帮我们按赞留言 加上分享 赶快跟上我们 这个非常重要 然后跟上我们也是很重要的 是的 所以这边呢 还没有加入我群组的请你 赶紧把它加起来 这Light是小老鼠 BBA5820H Telegram是Bi17168 请大家两个都把它加起来 另外呢 你来问哥来回答这一趴 我们上个礼拜五直播 蛮多人来参加的 很多吗 对啊 那时候最后问题还回答不完 是这样吗 对啊 有一些人回答 有些人问他说 可不可以多聊一些可转载 对我也很想知道 对 然后有一个好朋友给我一个爱心 这个爱心太少了好吗 太少了 对要刷一整排好不好 好好好 所以请大家好朋友 对 那聊可转载 其实我们先天有跟大家聊到 如果说人数够多的话 我们会开堂课来帮大家做个完整说明 但是我看加一人好像蛮少的 对连我们职业都没加一了 真的太过分了 晚了 对 没有啊 我在心里默默加一了 我加到一百了 不是你这个 人家不是说吗 女生心里在想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你要把它说转 我现在告诉你啦 我已经加到一百了 但是又有人讲说 女生说不要就是一样 女生说没关系就是有关系 你这么逼女生还难搞啊 所以女生算是非常难猜好不好 所以你想上课 就请在影片下方帮我加一好吗 不要再藏在心里了 不要跟我一样藏在心里 对对对 好那你要跟我告白了吗 我已经加到一百了 所以要开始讲可转载了吗 好好好 对所以 所以如果你深刻喜欢我的话 你可以直接明说 我们下面一格 好我们赶紧好了 那想知道的事情 请赶紧帮我加一 那其实可转载有很多的资讯 可以让你从这里面赚到钱 怎么说呢 我们现在看到 在10月12号的时候 有人问到这36一切硕天 那其实硕天我在这个上周 我直播有跟大家回答到相关问题 那今天硕天又往下跌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call讯呢 我大概是在9月4号去做切入的 9月25呢 我这边是做一个获利调节 那10月11号 我们没有卖得很漂亮 那我也很坦白跟大家讲 我没有卖在最高点 那其实交易 你要买最低卖最高 我觉得那个都是不可能的 对那个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你可以买在一个相对低 或是卖在相对高的点位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好交易了 虽然这笔单呢 我觉得是一个蛮棒的交易 那我们可以看到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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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后面一个 再后面一个 我的软子搞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36一切的硕天 今天又再次大跌5% 那正式跌破月线了 那已经跌过季线了 那是季线 对那我们在这边10月11号卖掉 那以当时的情况来看的话 中哥的确卖的没有很漂亮 因为我们没有卖在300块 而是卖在200多块 那当时来看没有很漂亮 但是其实你有时候要去问自己 万一他再跌下去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 那其实交易就是 其实交易就是在 每天来做个二选页的动作 你今天要买还是卖 那其实我要跟大家聊到的是 交易既然没有百分百 你就选择一个 你会后悔比较少的 是 对那其实我大哥常常跟我讲 两边呢 你总要选一边后悔嘛 那你既然做了 那你就不要后悔 那你其实人生不是得到 就是学到 所以当你把这个 众多的交易累积起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照这样做 长期下来 是可以让我们趋凶避几了 趋击避凶 对趋击避凶 所以这里我们把它 做获益调节 那后面就往下跌 那其实我们就避开了这一段 那其实在当天直播 我跟大家聊到的是 从可转载角度来看的话 这里呢已经有人了 就是大量提款走了呢 所以跌破越线 那众哥也不会再考虑了 那我记得直播就是上周 我还特别跟大家聊到 即便它是回到上扬的基线 但是众哥也不会考虑 再把它买回来 就是因为可转载的资讯告诉我 这里呢 已经被卖掉了 对不适合在做切入了 所以你想上可转载 或是想知道更多可转载资讯的 在影片下方帮我留言加一 那人数够的话我们一定会开一堂实体课程 好不好 好 我等着 对不管好我一定会带你去了 不管你是要去台北 还是你是在嘉义好不好 我们都会 都会人数够 我们就会到那边去开一堂课 好期待喔 我一定会带紫燕去 嘉义我最喜欢去吃这个鸡肉 又来 对跟那个砂锅鱼头 对对 但是我最喜欢吃的 那我们就回顾 今天这视窗太多了吧 我就搞 有点搞混了 所以可转载资讯呢 其实可以让我们找到很多腰股 你也可以利用可转载资讯呢 避开很多 再举个例子好了 好 呃 康书他也是有发可转载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 除人股真的是不太行的 或是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充电庄 那充电庄其实没有发可转载 但是 我们可以从除人 看到这充电庄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整个族群看起来已经不行了 所以当时我跟大家聊到 这除人或是充电庄 其实你可以看到 哇 躺平 对 股价都是往下往下走走一大段 那其实连宇他本身是有发可转载 那非红是没有的 所以整个来看的话 其实这些个股 这种个一点都不考虑 那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已经大量提款走了呢 所以我觉得你把它学起来 多个工具 那我觉得你是把自己的胜率 更往上提高 是 交易没有百分百 那我们只能照着几率 几率大我们往那边走 那这是几率小不代表等于零 所以你的几率还是要把它遵守 那我们看到这缩天 我就相信是一个很棒的答案 所以你有想要上这堂课 你可以赶紧在影片下方留言加一 那你有任何问题呢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们都会上来回答大家 那这种歌是不凹单的 对不凹单的男人 所以我也不害怕你来问 那就算我自己有 你问到我有哪些 不如预期的股票 我也是很坦白跟大家聊到 就是我们就是不如一起 我们就是先 就是先砍 对先停顺走了 所以这边就请大家赶紧把握这样的机会 另外这边 航情的震盪我刚刚跟大家聊到 都是最好的进场世界 回测区间下缘 那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买点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过去跟大家聊到 一些个股其实都是利用在重挫的时候 进场去做买件 所以这里你要赶紧去卡位去做布局 因为我过去跟大家提到的是 台湾总统大选前年的10月上涨几率是近百分百 所以等于11、12 其实这里是一个Q4大行情 那这Q4大行情都是从10月开始去做布局 那你可以看到去年 我们去年来看一下好了 好 去年走了一个大空头年 那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在10月的时候跟你聊到什么 这里你要赶紧去做多了 那10月我们可以看到 10月大概在这里 那其实他也是走一个横向整理打底 那后来开启了一段长势 所以我觉得 长得很凶 对我觉得打底是很辛苦 因为他开始会反复震荡 你会震荡自己怀疑人生 但是你只要去想清楚整个大方向 那大方向是什么 今年有个选举年 那这个整个题材面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基本面能不能跟上 那其实你只要去看过各家研究报告 目前普遍认为说 这个企业的获利已经见底了 那这已经开始在上调这 上调获利了 那最明显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 美股这个SP500或是道琼 因为这银行股 它公布的财报非常亮眼 比如说有哪有哪些花旗 或是富国银行 这边的财报都非常亮眼 然后股价开始往上涨 所以这里我其实也跟你讲到 就是最快10月最慢11月中 这边财报会带动整个行情往上涨 所以这里正大的过程中 我要请大家赶紧去留意 有哪些购物 那既然聊到家庭 就是我们就顺便把它讲完好了 好啊 今天呢 今天我觉得这个 这个黑K棒我觉得还好 这个刺激酸有做一个收缴 但这个黑K棒 没有跌破这根的红K棒的低点 那为什么这个低点是这么重要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边是一个跳空往上 跳空往上改变了这个 这几天的一个区间形态 所以只要这个低点没有跌破 它就是维持在这里呢 做一个强势整理 那强势整理 其实我过去也有跟大家讲 季线是下完的 季线下完它不容易一次就站上 它一定还会反复站上 但是你可以看到 随着时间的这个推演 其实季线会开始慢慢的走平 那慢慢的走平 其实这边就有助于行情的 去一个衍生 所以技术面我认为最坏进行已经过了 那基本面 基本面这边企业上调获利 我觉得这边也是有机会 所以整个来看的话 不管是基本面 题材面或是技术面 陪看到都是准备营造这个Q4的行情 所以这里呢 请你要好好去注意 到底有哪些个股 那么来帮大家追踪一下 9月21号 9月21号跟大家聊到这个电影头控 那其实今天电影头控是非常强势的 今天大概收在平盘 那平盘其实它这个形态 我觉得还是呈现一个多头排列 那其实除了电影头控之外 就是我记得在这上礼拜 我们在帮大家做追踪的时候 有一直跟大家聊到 你要去留意车用的题材 尤其是在车用PCB 因为电影头控是车用PCB嘛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高级今天还是非常强势 哇今天非常厉害 大凡今天跌很强势 但是它还是在往上走 或是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哪些车用呢 你有没有观察到 完了 完了是不是 好了 这种哥也不知道 哈哈 没有 怎么可以说不知道呢 这不能说不知道 那是因为我们要稍微盖牌一下 对 所以想知道我们布局了哪些车用 请你赶紧拨打这些电话键好吗 因为我们这边电影头控 赚了71% 而且我只花了你13天的时间 13天而已就带你带到 就带你赚了这71% 100万可以让你赚71万 那会不会下个13天 我们又带大家赚到71% 或是更高呢 请大家就好好去留意 赶快跟上 对 这种哥接在盖牌的那一档股票好吗 所以请你赶紧拨打电话进来 02-7721500 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创意 创意今天也是非常强势 我在8月16号的时候 有跟大家特别聊到 创意他的订单并没有不见 只是延后了而已 所以这里短线上的一个重挫 我觉得真的是 天公平给你最好的礼物 所以如果你有把握着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现在叫他就多少 现在啊 现在涨到哪里去了 叫他就有400块 哇 对400块 所以等于大概是小弟我本人一年的薪水 对 就是小弟我本人一年大概就40万的薪水 真的太廉价了 你怎么自己把它讲出来了 所以这里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个创意其实很像整理开始往上走 那创哥要特别跟大家一起 在上周直播的时候 因为时间关系我特别跟大家聊到的是 你要开始去留意半导体类骨 那为什么留意半导体呢 因为大家都要压保这一半的台电把说会 那今天创意已经涨上去了 那创意除了跟台电有关系之外 我要特别跟大家聊到的是 ASIC 那这是什么呢 就是 Imedia目前的晶片 大家都认为很贵 而且又缺货 你竟然又贵 然后又拿不到货 所以大家都开始在自研晶片 你可以看到微软 微软在自研晶片 所以在AI浪潮之下 大家开始去自研晶片 那我认为IP细彩 会跟着相对受惠 那我们可以看到近期 其实IP细彩走势呢 是相对比较强盛 所以这里 先前我们有跟大家 到资源中哥是不考虑的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就会开始去留意了 资金会不会开始外移到资源 那但是中哥还没有打算去做买进 因为我还会再持续观察 那观察看看这区间呢 会怎么去做发展 那其实除了这资源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 这力旺 相对的整个大盘来讲 它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强色 所以IP细彩 请大家去留意一下 这边资金呢 会不会开始外移到 IC设计 好吗 我们可以看到IC设计 这个联发哥大概也是平凡附近 所以我在直播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提到 这个IP细彩 再来是IC设计 再来是IC封测 甚至IC联组件通路上都有机会了 所以如果你想赚到像创意这种400块价差了 或是像电影这样赚到71%了 你应该要把握现在的震荡 而不是大家在恐慌的时候 你也跟着恐慌 是 对 那我觉得这样子其实你是赚不到钱的 因为你就趁着人家不想买的时候 你才会有超额报酬 所以这边定义投控或是创意 或是甚至凡人哥 凡人哥今天也是创新高 凡人哥又创新高了 对它是车用 我们刚刚有到车用 就是盖牌的那一档 对我们其实我们这种歌布局蛮多档 对但是我们不好一一说明 就是请大家想知道 就直接跟上我们 对赶紧跟上我们好吗 那这边其实 因为今天又来一个新的导播 那他们已经一直在举手 这种歌要给他一点点面子 不然的话以后会蛮难相处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会延长10分钟 好吗 对好那我们再看到 这个这个AI 很多人问到AI 到底还有没有戏可以唱 那我跟大家知道 绝对还有 那是你要胜选 那其实在这份报告里面 不好意思 在这份报告里面 其实我跟大家特别聊到 整个伪创啊 或是CHOAS概念 甚至光通讯 其实这种歌都会站在一个 比较保守的一个 光通讯也是喔 对我站在保守的对面去看着他 那我会祝福他永远幸福 永远幸福啊 我绝对不会像子贱这样子爱不到人 就诅咒他什么 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呢 我不会啊 我们是祝福他祝祂幸福 所以我们看到近期ODM的 这股价是比较相对落胜 但是呢 刚刚聊到IPC才已经不一样 或是我们先前有跟大家聊到这个全新 你可以看到今天的股价也是有创新到 它是这个智慧中心 那不好意思是资料中心 所以整个来看的话 目前AI是比较着重在一些新的应用 也就是说什么 先前那一段没有标涨过了 因为先前标涨过 可能从来已经非常凌乱了 所以在涨一些先前没有标涨过了 或是新的应用 那这个你就要去好好去留意 因为上AI绝对是还有戏可以唱的 那今天AI普遍有做一个收缴现象 所以对这个盘势 这种哥是不感到担心恐慌的 你去留意一下半导体跟AI类股 那这个关键会在哪边 这是礼拜四台电的法术会 所以这里你要好好去把握现在的震荡 因为我认为最快11月 最慢11月中 那所以时间的推演 10月的每一天都很重要 你错过了 那我相信你会错过很多布局机会 10月都已经过一半了 对包括我们这个百花齐饭 我相信你应该也错过这份的上涨百分百 胜率百分百的一个相关个股 那没关系错过了没关系 我们接下来会持续帮大家去努力 将你持续锁定我的群组 锁定我的营营 那你绝对可以收到圣诞老公公的礼物好吗 所以这份资料你还没拿到 请赶紧的利用影片下方的表单连结 来收取这份资料 或是你也可以拨打电话 直接跟上我们 021500 上班时间帮我们拨打电话进来 下班时间可以帮我填写影片下方的表单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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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之根本 最多是地责荒产业 理财周刊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周刊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